大家会把美式卖场的会员卡借给其他人吗 如果会的话要特别留意了 因为根据外媒报道 美国加州就有好心的民众 他借会员卡给陌生的游客 但没有想到却被利用了 原因是两个人其实在结账的时候 是分开结账 并且是分开打账单的 而这名假游客他就拿去退款 退的是假的智慧型手表 也依照会员卡记录 警方找上门来搜索逮人 而没想到这名游客是利用买针退甲 让借卡的会员被美式卖场给告上了法院 现在他有可能涉嫌诈欺怯跟仿冒罪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如果是在台湾发生 律师就说因为消费记录都在会员的名下 当然会从会员开始追查 而且除了退甲或的嫌犯是涉嫌违法之外 借卡的人也得负担部分的责任 趁着周末把握时间 一家大嫂来到美式卖场逛街大财买 不管是只想入内逛逛 还是要消费结账 最重要的就是手上得有这张卡 美式卖场采会员制想结账都得出示会员卡 但有美国民众将卡借给他人用 却被卖场一撞告上法院 外媒报道 美国加州一名阳性男子一年前在美式卖场遇上声称来自中国的游客 向他借会员卡购买聚会型手表 两人收据还分开打 没想到这位游客转头就将商品退还给卖场 送还给厂商才发现这人买真退假 警方循着收据上的会员号码 找上借卡的阳性男子搜索 并将人逮捕起诉 涉嫌诈欺怯和仿冒三项罪名 就是会员制嘛 那你如果要让对方使用的话 你就自己要承担这个风险 不会 毕竟这还是自己的权益嘛 自己没有判断清楚 所以他被告 那个也是他只能自认倒霉啊 就像身份证一样啊 你借给人家了 他如果给你盗用或什么 你都不知道啊 虽然是遭到有心人士利用 但所有记录都是算在会员名下 第一时间就会被追查 这种买真退假的情况 退假货的人已经违法 当然得追 但出借会员卡的人 恐怕也得担负份责任 诈骗行为人已经触犯了 刑法三百三十九条的诈欺罪 最高是可以处到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要被查棄他的真实身份 变得比较困难 所以呢借用会员卡之人 本身也要负担一定比例的侵权行为 损责赔偿责任 当然卖场在消费及退货时 也有核对身份的责任 而美式卖场办会员得缴年费 除了有公平性问题 会员卡中还有不少个资 轻易外界遭到利用 恐怕就会像美国这位杨先生一样 吃上官司 华视新闻苏云宽 沈丽荣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庄宇杰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